各位十几店老板 你知道现在最快速那一家店客流量爆满的方法是什么吗 没错就是抖音团购 不说远的啊 就说我身边的餐饮店里发店 原本真的是没什么客人上门 就是用了抖音团购 一天之内逆袭 一下子生意火爆的不得了 连老板都说生意来得太快了 像做梦一样 具体怎么做到的呢 答案就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把抖音的团购功能打开 这个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怎么做了 那我呢就不重复了 最重要的是第二步和第三步才是真正的核心操作 点个赞听我一一道来 第二步设置一个有吸引力的活动 拿餐饮店来举例啊 菜品你不能选那个普通小草 没有人会为了几个小草去跑一探的 所以一定要选那种大菜招牌菜才更有吸引力 我做过一个烧狗肉的团购 为什么要选择狗肉呢 两个原因 一是狗肉是当地人的心头爱 二是因为我知道狗肉有争议啊 有争议的内容 可以把视频的乐度给它炒上去 能获得免费的巨大的流量 另外就是你团购活动的表达 要有销售思维 要说出来让人一听就觉得 哇很哇塞 这样大便宜了 如果你说烧狗肉68一份就很普通 不哇塞吗 你要说原本1281份的烧狗肉 抖音粉丝团购只要108 还送一份辣椒炒肉 再送一份有机素菜 再送一份饭后的双梅滋 这样听起来就很哇塞 总结一句话就是 招牌什么什么很牛逼 原价什么什么很贵 粉丝只要多少多少很便宜 再送什么再送什么还送什么 人心就是这样子的 会被这种套路说服 看到这里千万别花轴啊 还没有收藏的 一定要收藏好这条视频 关键的第三步来了 就是一次性拍五条推广视频 很多次老板就是很天真 以为开了蓝V就有客户 以为开通了团购 上床了套餐 就会有销量 这怎么可能呢 你要去推广的呀 你要专门认真用心 去拍摄推广视频的呀 而且呀不是拍一条 要拍个五条十条 那怎么拍呢 我告诉你 你别听那些人跟你说 要怎么运镜拍摄 环绕拍摄 细节拍摄 这么复杂的话 你一个手机都玩不好 的是一店老板 怎么学得来呢 听我的 就简单说报 把你的活动讲出来 真能出镜 直接说 在柳州只要108 就能约上两个朋友 吃上一顿大股的狗肉美仓 原价多少多少 现在多少 送什么送什么 你一边说 一边就把这个产品呈现出来 你也可以说 不会吧 不会吧 还有人不知道 在柳州108 就能吃上一顿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直接的去表达 就可以了 当然了 还要先简单的写写文案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拍七八秒的视频 如果是餐饮店 就拍生意很好的画面 理发店就拍 发型设计的这个过程 然后直接配上文字 直接说价格 直接用文字描述好处 配上当下最火的音乐 就可以了 绝对简单好用 谁用谁爽 五到十条作品拍好了 记住一定要拍好 才有流量 有流量才有销量 然后第一条发出去 头点抖架去 撬动一下这样流量 剩下的就是 等客人过来了 好了 关注我 我是徐老师 一个能帮助视频店 通过抖音引爆客流的男人